曼联跟对记者詹姆斯·罗布森在《伦敦晚期报》上透露出波切蒂诺拜 阿莱格里也进入了曼联的选帅名单报道称 尽管波切蒂诺仍然是曼联的头号目标 但尤文主帅阿莱格里也在曼联全面而广泛的选帅过程中成为红魔下一任主帅的候选人 虽然临时主帅索尔斯科亚在曼联迎来了两连胜的梦幻开局 但曼联CEO伍德沃德仍然在推进他任期内的第四次主帅任命据了解 阿莱格里会前往英超指教持开放的态度 而在上周莫领尼奥被解释前与阿莱格里关系密切的一位消息人士就已经指出 曼联是这名意大利人理想的去处事实上 在今年夏天温格宣布离开阿森纳之后 阿莱格里就对指教枪手很感兴趣 但由于阿森纳缺爬转会此击 因此他选择了留在多灵伦敦晚期报 还透露出阿莱格里外 阿莱格里关系密码